武汉房价星期二 武汉房价变化降了多少 我们一个视频看清楚武汉上周房价变化 本周我们分别从大汉口 大武昌大汉阳三镇中 挑选了关注度比较高的几个区的房价变化 大汉口片区挑选桥口区 江岸区东西户区 大武昌片区挑选红山区东湖高兴区 大汉阳片区挑选了汉阳区 京开区 首先看一下桥口区房价变化 桥口区分为汉政街 宝峰宗关以及古田冰江 古田中兴和古田北共计六个板块 其中房价较低的古田冰江 古田中兴以及古田北板块房价降的比较多 而宗关宝峰和汉政街板块相对更稳定一些 比如古田北板块的龙虎揽净原先价格在14000 而现在11500左右 古田中兴板块的汉阳台 原先价格15500左右 而现在13500左右 古田冰江板块的华发多汇天地 原先价格18500左右 现在17000左右 另外宗关板块的汉口1872 上周价格也有优惠 原来均价23000左右 现在推出不少特价房的价格在2万左右 宝峰板块和汉政街板块 暂时房价变化不大 但年底估计也会有楼盘降价促销 比如宝峰板块的万科万围 华发公园首府 以及汉政街板块的中建一品公馆 因为成建天越的入室 有可能也会推出特价房促销 总的来看 桥口区近期房价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接着 我们看关注度很高的江岸区房价变化 江岸区重点分为西后湖 东厚湖 盛家鸡 低角 以及二环内的二期花桥和汉口岩浆板块 相对来说 二环内的板块价格更稳定一些 而二环内因为新增了一些新楼盘 导致楼盘之间竞争较大 引起部分楼盘降价促销 比如 花桥板块的复兴会与新域国际 价格从原先的22000降到了17500起 还有武汉润府 原先定价在35000起 首开却只有31000多 还有 二期板块一直房价比较稳定 但也是因为楼盘较多 估计年底还会有一些楼盘降价促销 我们重点还可以关注一下 汉兴公馆这个新楼盘 预计首开价格也会从35000降到31000左右 还有二期滨江的一些江景房 一直是武汉房价的天花板 预计年底也会有一些楼盘降价促销 比如 保利天骏 光彩国际 以及新希望等 相对来说 江岸区三环内的房价比较稳定 毕竟楼盘数量并不是很多 比如 西后湖板块的美联城关 后湖里价格一直很稳定 东后湖的龙湖天谱 降硬 以及万科云波江岸 房价也比较稳定 部分楼盘 比如位置较差的星河2049 红桥城上都等楼盘也在降价促销 呈现出很明显的两极分化 也就是 好地段 好楼盘几乎不降价 差地段 差一些的楼盘哪怕价格再低 也会不断突破价格底线 年底降价促销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东西湖区房价变化 东西湖大致分类 金银潭板块 长青板块 各项配套更加成熟一些 房价也会更稳定一些 比如 乌家山 金银湖南和长青板块 房价相对更稳定 比如 乌家山板块地段 配套较好的金辉世界城 江月云柱 房价基本稳定在12000到12000五左右 而位置较差 配套差的保利是光年 德信时光之沉顿 估计年底还会降价促销 长青板块地段和配套也比较不错 板块内的美良欧公馆 目前也没有竞争楼盘 房价也稳定在15000五起 其中小高层价格在16500左右 另外 金银湖板块的地铁云上升 因为是个孤盘 配套太差 估计价格还会继续降价 而热点的凌空港板块 目前价格基本稳定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国防上官 年底推出公地特价房 预计在8800左右 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 我们重点看一下大武昌片区房价变化 我们挑选了热度较高的 红山区和东湖高新区 其中 红山区的白沙洲板块 南湖板块 以及徐东板块 五峰和阳春湖板块关注较高 相对来说 白沙洲 南湖和徐东板块房价比较稳定 而五峰和阳春湖板块关注度会低一些 房价年底估计也会降价促销 具体可以看一下 白沙洲板块目前只有四个楼盘 其中保利景上 中建博公管处于清盘阶段 有可能推出价格比的特价房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南湖板块的凯特西远 以及万科兴都会和深夜泰云服 也是清盘阶段 估计年底也会有特价房促销 注意的是 白沙洲 南湖 以及徐东板块基本上没有新楼盘入市 板块内的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优质楼盘销售得很不错 但是位置较偏 品质较差的楼盘只能通过降价促销 比如白沙洲的锦绣江城 南湖的天地新丽雅园 这些楼盘只能通过降价 才会有人愿意选择 再看一下 热度不是很高的五峰板块和阳春湖板块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五峰板块的东湖万价格太高 上周也从两万三降到了两万左右 这两个板块的房价 基本上就是一元七到两万的价格 要是高出这个价格 很难销售 除非品质很好 或者带装修 那么价格会高一些 接着 我们继续看一下 高新企业和高新人才较多的东湖高新区房价变化 东湖高新只有关山板块在三环内 其他热点板块有 光谷中兴城北区 光谷中兴区南区 以及花山 金融港和左邻板块 其中 房价相对稳定的是三环内的关山板块 以及光谷中兴城北区 比如 关山的中间大公馆也只是清盘有优惠 目前价格两万两千五起步 板块内的伟家关山郡 以及凯德鱼园感觉在降价 但是所销售的楼洞实在有点问题 要么类似公寓的桶子楼 要么东西朝向的房子 大家买房还是需要慎重一点 尽可能挑选更优质的楼盘 然后是光谷中兴城北区 该板块内也有降价的楼盘 比如长头领风 凯德光谷西园以及新开的宝叶蒲园 毕竟哪怕是热点板块 板块内位置较差的楼盘和板块中兴的楼盘 也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 比如 光谷中兴城北区以后 肯定就是以光谷五路为商业中兴 其中万和境界房价 目前相对比较稳定 还有就是学校附近的光谷明月天喜 该楼盘品质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房价也比较稳定 接下来看一下花山 金融港和左领板块 目前花山的房价均价在一万五左右 与光谷中兴城两万多的房价有比较大的价差 所以房价还算稳定 有部分楼盘 比如花山花锦 月西湖位置较偏 估计接下来也会降价促销 而金融港的房价整体有点偏高 金融港的万科光谷仅要开盘价格 打破该板块的均价 开盘一万五千五起的价格 比不少二手房价格还要低一些 由于万科的加入 估计周边的伟星信乐广场 以及平安景园也会推出特价房促进销售 大家可以等待一下 最后我们看一下大汉洋片区的汉洋区 以及金开区房价变化 先看一下汉洋区 汉洋区的热点板块大致可以分为中家村 赫山 王家湾 以及四星和汉洋冰江板块 其中中家村板块楼盘很少 房价相对更稳定 王家湾板块的楼盘一直卖得不温不火 房价也是持续走低 四星板块由于楼盘非常少 房价反而比较坚挺 而汉洋冰江板块 真正一线看江的楼盘房价比较稳定 其他楼盘和房源年底也会降价促销 比如中家村板块的中海花育天下 价格很稳定 一直在两万两千五起 王家湾板块的宝利岳江台 价格一直走低 四星板块的中关村洞曼城 海阁公管 以及方岛经贸 今年房价一直很稳定 只有国博城 因为历史一地块清盘 楼盘年底开始降价促销 最后看一下金开区 金开区大带分为三环内的升官渡 靠近三环线的太子湖板块 以及金开中心位置的转口板块 最后是军山板块和转口西板块 相对来说 地段和配套更好的转口板块房价 相对稳定一些 其他板块年底房价也陆续开始降价促销 比如升官路板块的地铁升官上程 价格从一万四降到了一万二 太子湖板块的经地长江续 价格也在持续走低 不过 永哥认为 这些板块配套较差 降价也是情理之中的 要不然谁会买呢 重点可以看一下 房价比较稳定的转口板块 板块内的招商未来中心 绿城柳暗春晓 基本都在一万六左右 房价比较稳定 销售的也很不错 板块内的月祥湖景 德姓江城 以及靠近后关湖的双语大关 香月洲等楼盘价格也比较稳定 至于四环外的军山板块 房价也不稳定 比如 距离地铁较远的景月府 印江山等楼盘 估计年底还会降价促销 距离地铁口附近的楼盘 中间一品蓝亭和春台里 暂时房价还比较稳定 同样的 不管是哪个板块 板块内靠近地铁口 配套好的楼盘房价都比较稳定 而位置偏 配套差的楼盘只能继续降价 才能有人买 这也是大家经常听到 或者看到楼盘到处降价的原因 总之 大多数降价楼盘 都是很多人看不上的楼盘 最后 本期视频挑选了部分区域 看一下武汉房价的变化情况 接下来每周二 我们都会挑选热点板块 介绍近期武汉真实的房价变化 关注我们 专业为你选房 并带你团购看房